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会和周围的人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,如果两个人都用心经营,那么感情就会越来越结实。 相反,若只是一个人在乎,另一个人关闭了心扉,那么彼此之间的感情早晚会崩塌。 所以,如果一个人有这些行为,就是想疏远你。 这里是国学典籍,带您解读俗语,走进国学,在你面前变得沉默。 沉默并非今,有时只是隐藏内心的无所谓,彼此的沟通已经变得微不足道,这个人也许已经不再看重你的存在。 我有个朋友曾经非常喜欢一个男生,他对他倾注了所有的心思和关怀,但是男生却愈发沉默寡言。 人以为他是一个内敛的人,脾气好是正常的,可渐渐的,这个男生不再主动联系他,回复消息也是敷衍了事,朋友感到困惑和失落。 直到有一天,他在朋友圈看到他和别的女生甜蜜合照的照片,才恍然大悟。 原来他对他的沉默只是不愿面对真相罢了,沟通是维系关系的纽带。 当一个人不再愿意与你交流,分享内心世界,而是选择了沉默或敷衍,无疑是在向你传递疏远的信号。 经常推托你的邀约,你来我往的情谊,才值得我们用心维系和珍惜。 对于一个想疏远你的人来说,推托你的邀约,就是他们传递给你的信号。 当你热情地想要和他们见面聚餐时,或是打算串门,共同逛街旅游时,他们总是缺乏兴趣,不断地推辞,让你倍感受挫。 例如,找借口说自己有事走不开,或者总是说改天再说吧。 对你更明显的疏远,莫过于拒绝你以后,不做任何的解,是核心理上,行动上的补偿。 打算远离你的人,当然不会在乎你的感受,如果担心失去你,就会在事后主动联系你。 解开心理的疙瘩和误会,或者挤出时间和你见面,一直回避你的邀约,就是想让你知难而退。 对,这种冷漠决绝的态度,已经是在明确告诉你,他不想再见到你,我们也就无需再联系了。 和你在一起,坐立不安。 其实,一个人喜不喜欢你,是不是想要离开你,都是有迹可循的。 你看过一个人喜欢你的样子,就知道不喜欢是什么样的。 真正喜欢你的人,在你面前会很轻松自在,会很享受和你在一起的时光。 当一个人不喜欢了,想要远离你,他的内心是不安定的。 在一起,也会六生无主,人在心不在。 对于这种形式的存在,就没有意义了。 只有一个人心甘情愿地留在你身边,才是最有意义的。 勉强只会让彼此都痛苦。 很多时候,生活的一些小事,对方的一些言行举止,就足以看出一个人的心意。 所以,当一个人和你在一起,都没法安定时,就没必要强求了。 彼此成全,才是对自己最好的结果。 不再对你的事上心。 郭敬明在《小时代》中说,一个人身边的位置只有那么多,你能给的也只有那么多,在这个狭小的圈子里。 有些人要进来,就有一些人不得不离开生活的忙碌和压力,让人们无暇顾及太多的人情往来,只能看自己的实际需求,从中做筛选。 如果他打算疏远你,最明显的表现就是,对你的事不在上心,不主动去联系你。 就算你联系他,有幸地得到了他的回复,人家也只是简明地回答必要的问题,不会对你嘘寒问暖,关心你的处境和成长。 一个不打算搭理你的人,自然对你的事情不介意,你呼吸也好,不呼吸也罢,他都会选择无视,因为你不在他的社交圈子里。 他就懒得花费心思在你身上,当你满足不了对方的期待,或者他单方面地和你的认知相反,觉得你缺乏他要的价值时,他就会疏远你,通过对你冷漠来打击你的积极性,让你自动退出他的生活。 这个时候,你的主动只会换回对方的漠视和嫌弃,你的热情可能会让对方更加有恃无恐,他把你的友善当成了软弱可欺,把你的关心当成了烦人的干扰。 他不想和你有交集,就算你在他面前,打扮得在引人注目,便得在优秀,他也不愿意理你,你们就是平行线。 没有在交集的可能,这个时候,学会平静地接受,不再做任何幻想,专注自己,就是对自己的救赎。 重要的是,都不与你分享。 人对喜欢和信任的人,往往会无话不谈,曾经,你是他可以交付心事的人,如今,你问他什么,他都对你遮掩,吞吞吞。 要么就是,对方做出了重大选择,生活有了大的变故,你却完全不知道。 这世上最可悲的一件事是,一个人热烈追求一份纯粹的感情,却被人漠视和敷衍,而自己过了很久,才发现,生活中,我们随处可见。 浮予表面的客套和亲近,根本不走心地打探和关心,人和人的关系,也是逐渐升级的。 你对我好,我也能对你释放真诚和热情,人心莫测。 有些人对你看起来友善主动,但其实却在心里设置了重重壁垒,能升级关系和感情的事情,都不对你放开。 也许是,他们内心敏感自卑,但更多情况是,他们不把你划入自己的社交圈子,才会对你有所保留,对你避讳。 他们不愿和你分享自己重要的人生经历,是觉得让你参与其中实在没什么意义,也不奢望你的理解和支持。 这种明显的排外,说明你们之间只是浅浅的交情,因为但凡关系深入一些的朋友,都会暴露自己的不足和真实,甚至狼狈的一面。 对方总是对你设防,表明他的心门不会对你敞开,你和他之间有一面厚厚的墙,靠你无法击穿。 你在主动询问对方,或是联系对方,只会被视为不知趣地打扰,因为对方的抗拒和疏远的意图已经如此明显了,你就不要再纠结和遗憾,保持一段适中的距离,或者干脆放弃和对方的交情,都是明智的选择。 时不时无故失联,成年人的社交中。 最大的谎言就是,下次约,这个下次也许是星期八,也许是三十二号,总归是你看不见的那一天,当一个人经常用这样的话语来搪塞你,或者直接拒绝了你的邀约,那么他对你的疏远和防备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。 一个人如果想送你,东南西北都顺路,同样的一个人如果真的想要和你多亲近,那么他总会有时间。 有人说,一个人在回避,在冷漠,也会让自己在意的人找到他,如果你时不时发现对方无故失联,或是很久才回复你的消息,说明他可能排斥或是厌恶你的亲近。 可能是他不喜欢和你经常聊的话题,也可能他对你这个人还处于警惕和不认可的阶段,所以才会做出失联这样的举动来婉拒你的邀约。 处事圆滑的人,可能会在之后做一点表面的解释,目的是让你不要记恨他。 很心冷漠的人,干脆就彻底失联,不会对你做任何的感情补偿。 态度强硬,寸步不让。 有人说,一个人爱你的程度不是浪漫的时候,他对你有多好,而是取决于他生气的时候对你有多坏。 确实,一个人如果心中有爱,那么他的心一定是温柔的,对你他无法做到强硬,更不会肆无忌惮地伤害你。 可是,当一个人在矛盾发生时寸步不让,就算你撕心裂肺,他也一点没有疼惜,那么所有的态度强硬,只是不爱的外在表现形式。 电视剧《三十而隐》中,顾家和许幻山的婚姻,一开始可以说是十分的幸福甜蜜。 顾家不仅聪慧干练,而且把家里照顾得津津有条,许幻山也背负起对家庭的责任,将公司经营得有声有色。 可是当林友友出现后,一切都变了,许幻山开始对顾家充满不满。 曾经会听取顾家的意见,在矛盾时会照顾顾家的感受,可是在林友友出现后,则不仅态度变得强硬,而且十分的不善。 吵架后,男人怎么哄你,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这段感情能走多远。 倘若,每次发生矛盾,他想得不再是如何缓解矛盾,而是用最强硬的态度逼你妥协,用最痛的方式伤害你。 所有这些变化,不是别的,而是不爱了。 一个人想靠近你,你会感受到他的用心和热情,一个人想疏远你,你会感受到他的忽视和冷漠。 爱与不爱,在意与不在意,其实都很明显。 如果一个人有以上行为,说明他想和你保持距离,结束你们的关系,既然如此,就没必要纠结了。 缘分来了就珍惜,结束了就放弃,做一个承受得起,放得下的洒脱的人,这样才更值得被爱,才更享受生活。 人际交往最稳定的方式,是齐头并肩,互为依靠。 如果有人要故意甩开你,也别抱怨气愤,因为我们没必要浪费感情,在不值得的人身上,专注于自己的生活,远离那些疏远我们,消耗我们热情的人,才是聪明人的选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